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备菜 猪里脊肉切成约6厘米长 3厘米宽 0.3厘米厚的薄片 加料酒 盐 腌制5分钟 菠萝切丁 第二步 裹粉 腌好的肉片中加入整颗鸡蛋 拌匀上浆 肉片裹上生粉后 放在手中 团成球状 团的时候手法要轻 不要太紧 也不要捏紧封口 这种形状的孤老肉在炸制时 能更好地保证里外酥脆的口感 第三步 炸制 锅中入油 烧至起泡 将球状里脊肉放入锅中 炸至金黄 捞出 等油温升至七成热后 再将肉放入锅中复炸 至表皮起酥 捞出 第四步 熬汁 锅流底油 下番茄酱和白糖 加适量水和白醋 熬成焦汁 第五步 上色 待焦汁颜色红亮后 放入炸好的里脊肉 下菠萝丁翻炒 至均匀上色 装盘完成 五步制作菠萝菇老肉的方法 您学会了吗 微信关注江苏城市十色生香 输入菠萝菇老肉获得制作方法